梁安琪議員 多謝主席 早前社會文化司司長譚俊穆 為本澳青年學生授課時 勉勵他們提升綜合競爭力 立法國興奧支持 青少年是社會未來的主人 特別是隨著近年區域合作 進程不斷加快 澳門除了一中心一平台定位外 也加入一帶一路 和粵港澳大灣區等國家建設中 為年輕人帶來很多機遇和挑戰 但現時部分青少年缺乏競爭力 因此政府為青少年提供良好的發展機會 和環境的同時 也須喚醒青少年的競爭意識 努力把握國家的發展機遇 提升自身發展的能力 和競爭力去迎接挑戰 近年本澳的經濟迅速發展 福利政策也不斷提升 部分青年過度依賴政府的資源和保護 以致打拼創新的精神不足 雖然感受到社會上外來競爭的衝擊 但亦擔憂自身競爭能力而欠缺自信 這樣將不利於本澳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因此怎樣推動年輕一代提升自身的競爭力 加強自信心 勇於跳出長期依賴的保護傘 作好準備在外廠和接受外來的競爭 是當局的一項重要工作 提升競爭力的主要元素之一 是有抗疫力 有機構在2015年底發布的調查結果反映 本澳中學生對於抗疫力方面的知識 知之甚少 個半的中學生表示只知道少少 三成半人完全是沒有接觸過 此外半數本澳的中學生曾遭遇過較大的逆境 逆境的主要來源是學業或生涯發展問題 例如對未來的發展等生涯選擇感到迷惘 當局需要推出相應有效的配套措施 並完善青少年發展的策略 進一步提升他們的綜合素質和競爭意識 從而幫助青少年增強抗疫力 以充足的自信和信心 作好準備在外廠和接受外來的競爭 提升競爭力最重要的前提 是必須有個人的生涯規劃 但在另一項有關青少年生涯規劃的認識調查結果顯示 余半受訪的高中學生表示正遇到各種困惑 不知道如何選擇畢業後的去向 僅一乘四受訪者知道 校外有提供專業升學或生涯規劃輔導服務的機構 表示當局對如何輔導和促進青少年認識自我的生涯規劃工作 仍然不夠 在發達國家 生涯規劃教育非常普及 並且從小做起 而本澳為學生提供的生涯規劃設計和輔導是明顯不足 應盡早給予學生一定的輔導 培養他們對未來人生規劃的自主性 令青年及早認識自身的長處和興趣 因應自身的條件創造自己的未來道路 做好準備在外廠和接受外來的競爭 為澳門的產業多元發展而努力